世界上最庞大的十种淡水鱼 你敢相信第一名身长十五米吗 中国仅有一名上榜 你见过能无限生长的鱼吗 你见过在淡水中生活的鲨鱼吗 在无数未知的淡水流域中 有多少震惊世界的庞然大物未被发现 本期地球最top 将带大家一起探索世界上十条最大的淡水鱼 请长按点赞评论加订阅 让我们一探究竟吧 第十名尼罗河坚吻炉 被称为非洲大鱼王 最凶猛的掠实性也是非洲体型最大的淡水鱼之一 虽然幼年史与普通鲁鱼外观相似 但是值得注意的是成年后的尼罗河坚吻炉异常下人 这种鱼可以轻易长到一米以上 有的甚至超过两米长 已经超越一名成年男性的身高了 最大体重可达300千克 而且这种鱼力气非常的大 据说能够拖动独木舟 有时甚至能将人从船上拉入水中 目前国际钓鱼联合会的世界纪录的 最大调货个体是250千克 鱼王不仅体型巨大原因 就是他有着一张十分大的嘴巴 在幼鱼阶段的时候 很快就能长到几十千克重 这种巨大的体型优势 让他们在食物链中处于几乎无敌的地位 除了人类和鳄鱼 很少有动物能捕食成年的尼罗河坚吻炉 而这还不是他们恐怖的地方 当初尼罗河坚吻炉在维多利亚湖大沙四方 直接导致了200多个水生物种的消失 而整个湖中遍布体重超过200公斤的尼罗河坚吻炉 第九名恶雀扇 北美洲最巨大的淡水鱼被誉为水中恶霸 其体长可达三米左右 足以与小型汽车相媲美 体重甚至可能突破到了320千克 杀一只狗好几个人吃上一个月 由于其庞大的体型 要抓住这种鱼几乎是不可能的 至少需要六七个成年人的合力 当之无愧的北美洲水域霸主 而且它们的生长速度非常快 夸张地说只需要一两月就能长到两三百千克 恶雀扇的外貌相当奇异 它的形态既有点像鸭嘴兽 又融合了鲜鱼和鳄鱼的特征 而且知名的鲨鱼大白鲨都没恶雀扇凶残 一只成年恶雀扇拥有超过2000把匕首一般锋利的牙齿 轻松能够将猎物撕成碎片 然而它的缺点在于没有咀嚼的功能 只能依靠吞咽 甚至能够吞食吊占自身体重一半的食物 恶雀扇也是来者不惧什么都吃 甚至在极端情况下也愿意食用腐肉食量惊人 凡是活物无论大小都在其食谱之列 而且它们除了睡觉之外 几乎整天都在进食 一天随随便便就能吃掉数十斤食物 第八名巨骨蛇鱼 曾被载入吉尼斯世界纪录的淡水巨瘦 成年个体的长度超过三米 树立起来更是能够与一层楼房相媲美 成为淡水鱼界的巨无霸 其重量更是可达350千克 通常需要两到四名成年人 才能将一只完全成熟的巨骨蛇鱼抬起 当然这只是它们的冰山一角 据传闻曾有人捕获过长度达六米的巨骨蛇鱼 而最重的甚至能够超过一顿 巨骨蛇鱼的舌头是坚硬的骨状无上 上面长满了坚固而锋利的牙齿 正是因为这个独特的口气 让它得名巨骨蛇鱼 主要栖息在亚马逊河流域 据推测早在一亿年前就已经出现 然而巨骨蛇鱼最大的用途还是被当作食物 由于它非常胖 自然可以轻松踢下大量鱼肉 屠宰一条巨骨蛇鱼可以获得约70公斤的鱼肉 足够一家人食用大半年 在一个世纪前 仅在巴西贝伦港的一个港口 每年就能捕捞1200吨的巨骨蛇鱼 当初差点将它们吃灭绝 你见过一尾巴拍死人的巨型鱼吗 接下来盘点世界上10条最大的淡水鱼 第7名巨型黄鲲鱼 世界上最巨大的淡水软骨鱼之一 也是最大的淡水鱼之一 成年巨型黄鲲鱼可达惊人的3米 甚至可能超越这一尺寸 在2022年 柬埔寨的渔民在湄公河中捕获了一条长达3.98米 重达600斤的黄鲲鱼 这一庞大的黄鲲鱼需要十几人共同合力才能抬上岸 经过科学家的认定 这被确认为迄今为止人类发现的最大淡水鱼 很难让人相信在淡水中竟然会有如此巨大的存在 然而这还不是巨型黄鲲鱼的极限 据介绍黄鲲鱼的最大体长甚至可以达到5米以上 这体型是淡水生物界的真正巨瘦 而且它们的光尾刺客长达约40厘米 2006年澳大利亚的野生生物专家史欧文 就因被一条黄鲲鱼的倒沟刺穿胸膛而丧生 由于它们的体型庞大 抓起来非常的费劲而且稍有不慎就有可能丧命 所以对于它们的种群数量科学家很难判断还要几只 第六名公牛鲨 被认为是最危险的鲨鱼之一 公牛鲨也是唯一一种能够在淡水流域生存的鲨鱼 其实严格来算也不是淡水鲨鱼 与此同时 它也是鲨鱼中对人类攻击最频繁的种类 仅次于大白鲨和虎鲸 而且它们也是已知河口和弯曲鲨鱼中最大的之一 公牛鲨的体长可达4米 如果树立起来 一栋房子根本无法容纳它们 而体重可达400千克 甚至能拖着翻船跑 你可以在中国台湾太平洋沿岸见到它们的身影 公牛鲨极其贪吃 而它们好像永远表现出没有吃饱的样子 如同饕餐一般 曾经有人发现过一只搁浅的牛鲨 仔细检查发现是因为过度近视而撑死 在其胃中发现了许多动物的身体碎片 只要是能吃的都跑不过它们的嘴巴 由于它们有着高达1300磅的咬合力 就算是号称最坚硬的乌龟 可也只能成为待宰的羔羊 第五名巨型鲜鱼 被称为鲜鱼之王 它拥有着超大号的身躯 成年鲜鱼的长度可达4.3米左右 相当于一辆小型汽车的长度 曾有报道称 有人发现超过500斤的鲜鱼 然而这仅仅只是它们庞大家族的门槛 但也足以让其他鱼类仰望一生了 在2005年 泰国北部的湄公河流域 一名鱼迷耗费三个多小时 成功捕获了一条巨型湄公河鲜鱼 这条鲜鱼长达2.7米 比一个成年男子还要高出1米 体重更是达到了600斤 相当于一头成年母猪的重量 这被确认为目前为止最大的鲜鱼 也是已知淡水鱼中体型最庞大的 它们好像没有什么忌口的东西 几乎可以说是无所不识 其中最为惊人的是 它们根本就没有天敌 可以肆无忌惮地在这片领域掠夺资源 而且它们还是大胃王 仿佛黑洞一般怎么吃都吃不饱 这使得它们的体型不断增长 成为河流中的真正巨兽 第四名巨窑 一种极具威慑力的存在 它被誉为战力最强的物种之一 拥有凶猛的性格和巨大的体型 平均体长可达6米 最长可达9米 它的体重超过500千克 则相当于几个成年人的总体重 这样的巨大生物必然在水中引起巨大的视觉震撼 让人不禁联想到史前时代的水中怪兽 巨窑科生活在暖水性底气环境中 常在海水和淡水间穿梭 主要分布于世界热带及亚热带的潜水区 它们身体扁平而宽大 然而最引人注目的特征 莫过于其锯齿状的嘴部 这些巨子最长可达2米 宽度达30厘米 巨窑灵活运用这把天然利刃 轻松地捕捉并切割猎物 有趣的是古代许多民间传说 将巨窑描绘成海怪赋予它们无穷的力量 传说中巨窑不仅能够轻易将渔民切成两半 甚至还有能力将船只直接切断 危险性极高 15米长的淡水鱼你见过吗 接下来盘点世界上10条最大的淡水鱼 第三名欧洲黄 它绝不是普通的鱼类 而是大型巡类中的一位佼佼者 被誉为淡水鱼之王 身长可达6米以上 重量甚至达到了1000千克 几乎赶上了一辆小型汽车 而更令人咋舌的是 根据泛欧学域行动计划的记录 有一只欧洲黄能够生长到8米长 体重惊人地达到了2.2吨 1827年有人在富尔加河河口捕获了一条欧黄 长达7.2米 重达1476公斤 这一记录震惊了全世界 而且这种超级大鱼的寿命异常漫长 通常能够活上100年以上 成为淡水中的长寿之星 它们与人类不一样 欧洲黄在成年后还能不停地长大 可以持续生长到死 或许正是这个原因 让它们能够达到如此巨大的体重 现代科学家根据生长发育理论的推算发现 欧黄的理论体重可能超过1.3吨 轻而易举地达到其他淡水鱼一生也难以达到的数字 然而对于欧黄来说还远远不够 第二名白巡 它是世界上最大的淡水鱼 最大的体长可达8米 是当之无愧的淡水鱼王 最重可达上千千克 按照一般人体重125斤来算 它的重量就相当于8个人加起来的总重量 常人说猪大300斤 鱼大没称称 而四川的渔民说得更具体 他们称千斤辣子万斤像 辣子是指中华巡 像则是指白巡 因为白巡俗称像鱼或像鼻鱼 由此可见白巡的体重如何了 虽然是长江中的最大鱼类 但也生长江白巡数量稀少 所以它也有着水中大熊猫的美称 白巡的腮盖很大 好似两个大大的大象耳朵 它从身体的背面一直延展到头的负面 占据了身体的大部分 而且头部的长度超过身体长度的一半 由于白巡的价值非常之高 于是人们开始大肆捕捞 从而导致它的身影在野外根本难以被发现 而在2019年的时候一则消息震惊世界 白巡正式被宣布灭绝 第一名折罗鱼 被认为是现存体型最庞大的淡水鱼 折罗鱼的身形仿佛是一位真实存在的巨人 其巨大的体长令人瞠目结舌 最大个体的长度竟可达惊人的6米 几乎赶上三位成年人的身高 更为令人震惊的是 它的体重居然能达到430千克 鱼的腮盖可以盖上一口大锅 使得当地居民甚至称其为水怪 传说19世纪末 一群白俄罗斯人在卡纳斯湖捕获到一条折罗鱼 重达数吨 十几匹马运送了三天三夜 仍未能完全搬运完 只能舍弃掉剩下的鱼肉 折罗鱼的寿命相当长 甚至超过了人类的平均寿命 最长可以达到83岁 主要分布在亚洲北部地区 在1985年 新疆生态学会理事长袁国应教授 曾在卡纳斯湖中目击到一条15米长的大鱼 虽然这个数字有些令人难以置信 但谁能确定这不是真实存在的呢